改期七天上发电导致设计会 今年都中办理第二次 设计店家所谓优化保障计会 协助上官业者运用所谓专行 达到平白信价 影响发电的目标 按赏定算15案 每一案既就能得到6万块的保障金 上官能得到12万块 改期市政府已经基盘税明会 建设很多在地业者来参加 去年是第一次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有五家的入选 获得了市政府的一个补助 也是经过委员来做评选 而每一个店家都能够从他们的需求当中 然后能够结合科技 然后数位转型 参加数位优化订算的店家 可以自己来几个数位应用方法 去年就有店家透过数位工具 优化合不留定 运用QR Code 让客人组造点餐 参加结效 店家可以生人工 专心在餐饮品节 也有店家运用数位行销出发 带动业劫生动 如果能够结合数位的优化 它能够降低现在我们所欠缺的人力 更重要的还可以提升更好的服务品质 更高的效率 更能够让整个我想这个店家 他们的一个各方面都能够再一次的提升 该一次港湘发电导租策政会总监署需要公共调 今年和社会处投业更多主缘 除了谢谢保祖店家以外 还有整个相关客丁 并安排参务全国创业店 希望帮助在地业劫 运用数位转型 创作更多胜兴 记者就出现彩虹博多